所以你看柯文哲他在 藍白还没分之前的前阶段 他很少花这么大篇幅 谈说他没钱这件事情 现在我们看到他说 他开始把重点放在说 他真的很穷啦 分手之后的财团都不看好他啦 他也不想要沾染财团 所以要教大家小额捐款 两件事啦 第一件事情 确实对于柯文哲来讲 募款现在是个重要的目标了 因为人家说选举有选两种 一种是要来选赢的 一种是要来选募款的 当有些人发现他不能选赢 或者是他的目标 已经不是放在选赢的时候 他就要目标转移到募款去 所以你说柯文哲现在 就是要来选募款了对不对 第二种还有一种 阶级牌啦 因为现在蓝绿牌 柯文哲打不动了 过去他打说要下架民进党 打得风生水起 可是现在在喊下架民进党的时候 人家在问他说 那你要上架国民党吗 他没办法回答 因为他现在没办法 很有底气的讲说 我要下架民进党 是要上架我柯文哲 因为国民党马上就跑出来说 你不可能上架啦 是侯友宜上架 对不对 蓝白分的效应就在这边 所以柯文哲现在 他最好打一张叫做阶级牌 我打出来之后 我是代表穷人 我是代表年轻人 那蓝绿呢 都是这个财团 蓝绿都是既得利益者 他现在就是在操弄 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无限 I'm born and ready 我觉得很多人听在心里 可能有个感慨了 刚前面讲嘛 柯影现在要打 决胜的关键是阶级牌 要激起年轻人 跟穷人心中 对于现状的不满 对蓝绿的不满 所以票要投柯 可是一看到这个 星光家族的传人 I'm born and ready 大家会想起来 对啊 你一出生的时候 一辈子要用的钱 都准备好了 没错啊 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心可能又两个半截 柯影目了还在乱 所以你看现在 吴欣盈对媒体的应答 很多都叫做求来就打 临场反应 对不对 他被问到 国籍 这是我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 这一定是他自己 想这样子答的嘛 不会有任何一个脑子 正常的幕僚说 今天有人要为你国籍 请你回答 这是你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 民众党应该要帮他 因为他出来是为你党承担的 如果没有吴欣盈 柯文哲根本没办法登记 好可以看到民众党呢 昨天晚上在立法院 其实呢 就是跟民众喊话说 希望大家可以帮他募款啦 请教一下阿苗 你怎么要看这样的活动呢 黄珊珊发出了全国动员令 说要颁六场的大造势 那管长也现身咯 说很穷很穷 民众党现在非常的穷 好 柯文哲怪媒体不卖广告 还说要靠小额募款 才不用欠财团人情 这不停的喊穷 是要装出什么样的形象吗 穷得滋味 在场我觉得 苗波牙 曾柏瑜都知道 因为我们一开始出来选举 一直到现在 一直都不是资金很充裕的类型 可是呢 我也必须要讲 现在选举认真要选选赢的话 我们当然不会一天到晚把自己选战的主题锁定在我很穷 对不对 我跟柏瑜现在要再参选立委 我们都是以要胜选为目标 所以当我们在论述的时候 我们讲我们的立场理念和政见 那当然会有小额募款 但是我们不会把整场的目标都放在 请大家签款给我 因为虽然人家说选举两张票 钞票和选票 但毕竟钞票的目的还是要选票 你还是要去想办法把你的支持者 为什么要支持你 投票给你 帮你拉票的原因找出来 这才是重点 所以你看柯文哲 他在蓝白还没分之前的前阶段 他很少花这么大篇幅 谈说他没钱这件事情 怎么突然没钱 分手之后就没钱了 分手之后变穷 这很奇怪啊 不可能蓝营之前有给他钱吧 这不可能嘛 除了一个人家中东仅 本来承诺帮他募款 现在不理他 现在并不见面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又知道说 他的选战的方针 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其实对于台湾民众党而言 他们一年 这个政党补助款也是有八千万 七八千万的补助款 在场我跟柏瑜 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款 那现在我们看到他说 他开始把重点放在说 他真的很穷 分手之后的财团都不看好他 他也不想要沾染财团 所以要教大家小额捐款 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确实对于柯文哲来讲 募款现在是个重要的目标了 因为人家说选举有选两种 一种是要来选赢的 一种是要来选募款 当有些人发现他不能选赢 或者是他的目标 已经不是放在选赢的时候 他就要目标转移到募款去 所以你说柯文哲现在就是要来选募款 对不对 第二种还有一种 阶级牌 因为现在蓝绿牌柯文哲打不动了 过去他打说要下架民进党 打得风生水起 可是现在在喊下架民进党的时候 人家问他说 那你要上架国民党吗 他没办法回答 因为他现在没办法很有底气的讲说 我要下架民进党是要上架我柯文哲 因为国民党马上就跑出来说 你不可能上架了 是侯友宜上架 蓝白分的效应就在这边 所以柯文哲现在 他最好打一张叫做阶级牌 我打出来之后 我是代表穷人 我是代表年轻人 那蓝绿都是财团 蓝绿都是既得利益者 他现在就是在操弄 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所以包括说 他这个新闻上有写说 他夸口说 他当台大医生三十年 他从来没有去看过警服门诊 因为他都看穷人 也是这个阶级牌的其中一张牌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个阶级牌固然对于 非常年轻的 20到29岁年轻人有效 可是对于在年龄高一点 30到39可能会失效 原因很简单 因为人家会看你讲的合不合理 这警服门诊这件事情 柯文哲的专长是急重症 就是要去看那种 已经濒临生命危险的 那你当然不会去开警服门诊 因为警服门诊 人家是要看慢性病啊 是要看各种的这种定期要去看啊 所以你的专长地不符合 第二个 柯文哲讲这个 对于他以前在台大医院的同事 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不爱慕虚荣 所以我从来不看警服门诊 我都看穷人 那意思就是他以前去看警服门诊的那些同事 去看门诊的同事 都是爱慕虚荣 都是要去巴结 要去巴结权贵 那他以前的同事听在耳里 作何感想 而且刚刚来宾说 警服门诊 就是他会捐款给他的人 这下子不是得罪了所有的 都会亚人吗 其实柯文哲现在他就是 已经不怕得罪这些人了 因为他也觉得说 这些人都是看说 谁赢面大财压保谁 他自己心里面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总统大选 终归你还是要选一个 你要如何带领国家 你如果说未来带领国家 要靠打阶级牌吗 我觉得这个他倒是要想清楚的一件事情 吴信银说他准备好了 这不是我说他自己说的 因为陈士轩似乎为了缓解吴信银的紧张情绪 还特别用英文问吴信银说 Are you ready for this 吴信银说yes born and ready 他说我一出生就准备好了 但你看今天这个现场 我不晓得各位要选举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也不晓得如果要选举的话要怎么样 昨天就是有支持者送吴信银咖啡 然后他拿了咖啡袋之后 阿诚又诚就转身说 吴信银有交代要送给媒体朋友 就转身送给媒体了 可以这样子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你是怕的冷战吗 吴信银 I'm born and ready 我觉得很多人听在心里可能有个感慨 刚前面讲柯营现在要打 决胜的关键是阶级牌 要激起年轻人跟穷人心中 对于现状的不满 对于蓝绿的不满 所以票要投柯 可是一看到这个 星光家族的传人 I'm born and ready 大家会想起来 对啊 你一出生的时候 一辈子要用的钱都准备好了 没错啊 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心可能又量了半截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坦白讲 吴信银这个叫做非战之罪 因为他是登记早上八点 他才知道他要选副总统 那你可以不要接啊 不是 他现在就是承担嘛 对不对 政治一个承担 他说早上八点 他说是我 好 我去中选会登记 那一刻他承担了 但是所有该做的准备 后面不知道 全部没有做 柯荧幕了还在乱 柯荧幕了还停留在军月饭店那一天 没有办法走出来 你知道要成为一个副总统候选人 前置要做多少准备吗 我们选立委就算了 选副总统 你前面关于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关于他的背景 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缺点 都要先做一个表列出来 清清楚楚啊 因为你才能够放大你的优点 然后呢 要解决要防御你的缺点嘛 你甚至还要去做很多的民调 焦点访谈 了解选民对于这个候选人的看法 然后呢 你要帮他 行述一个合适的形象 包括什么 甚至你要在公开场合 穿什么衣服 讲什么话 喝什么饮料 尤其是无心营这种 身世背景比较特别的 你甚至连他要佩戴什么视频 都要看过 这样才不会为选战投下 不确定的变数 可是早上八点才通知 确定是他 怎么来得及做些准备 做这个准备至少要一个月嘛 所以未来 我一个月之后 应该可以看到吴欣颖的改变啦 因为准备也不好 一个月之后选举要解释 对 现在是最大的问题 时间太短了 所以你看现在吴欣颖对媒体的应答 很多呢 都叫做求来就打 临场反应 对不对 他被问到 国籍 这是我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 这一定是他自己想这样子答的嘛 不会有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幕僚说 今天有人要问你国籍 请你回答 这是你跟美国政府这件事 所以民众帮忙不了他 是干脆把他包起来就好了 民众党应该要帮他 因为他出来是为你党承担的 如果没有吴欣颖 根本没办法登记 所以你应该要做好一个完整的幕僚准备 每天早上七点渔清准备好 谈餐准备好 问答的题目的你答都准备好 你要给他啊 你要让他知道今天要怎样 你不能让他遇到堵麦 结果呢 当场27秒还被媒体算出来说你沉默27秒嘛 你不能让他发生这种事情 你更不可能让他发生说 本来要去的行程 结果被人家说取消 然后你后来人又去 然后现在遇到这个东西 人家说旁边候选人 吴欣颖 他当然很国际化了 因为他的英语跟台语都比华语更流利 可是这到底在副总统选战当中 是优点还是缺点 你还派一个陈士轩在旁边 用英文跟他对谈 然后让他说I'm born and ready 这个好像又不见得加分 那我请教阿苗 有一些小动作 你会转身把支持者的咖啡 转送给媒体吗 支持者的咖啡转送给媒体 你要先说 谢谢 谢谢 这位支持者 你要先很感谢他嘛 然后你身边由幕僚 对不对 幕僚他去决定说 这怎么样来分发 而不是候选人来说 这多的 不然给你好了 这种感觉给人家其实不是太好 因为我以前就会觉得说 你看 我就听说可能有一些人握手之后 背后转过去去洗手那种感觉 以前连战就有那个干洗手传说 对 所以你看支持者会不会就觉得说 怎么样 你是怀疑我送咖啡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当然那个支持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其实就是要帮他 塞这个梗嘛 对不对 因为那天买的咖啡 听说还算是比较贵的那种 对对对对 对不对 那但是因为 也许有人想到说 如果我买这比较贵的那种的话 会不会人家又做文章说 他是财团怎么样 所以派一个人先送过来 再假装是转送 但是这个安排确实你说 是不是安排得非常好 我觉得都有在改进的空间 当然我觉得整个问题的核心在于 柯文哲从来没有准备一个B计划 他没有准备蓝白分之后的B计划 所以一切全部仓促上阵 包括吴欣盈本身也仓促上阵 所以很多的必考题 竟然完全没准备 你空白没办法填答 吴欣盈这候选人 一被提名 必考题就是关于他的财团背景 关于他的生活习惯 是不是过于豪奢 关于他的什么呢 国籍一定嘛 因为美国出身 人家一定都会问嘛 这个就有所准备啊 像我的好朋友吴征 对不对 他也是因为爸妈留学 所以在美国出身 他参选就一定要做好准备 放弃的表格一定拿得出来 结果十秒可以解决的问题 吴欣盈要拖十天才解决 所以我觉得 人家毕竟是为你党承担 民众党的幕僚 现在赶快翻页 赶快为吴欣盈做好准备 不然每天 今天我看柯文哲还在讲 他说侯友宜应该也觉得很无奈 赵少康比他抢镜头 我在想说 柯文哲是不是有点在自戒的感觉 因为你的吴欣盈 也比你抢镜头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